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懒人早餐 首先准备200毫升牛奶倒入大碗中 再加入5克酵母 20克白糖,6克盐 再加入30克植物油 然后充分搅拌均匀 搅拌至酵母溶解 再加入300克面粉 然后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 搅拌至没有干面粉 像这种粘稠的面糊状就可以了 再用刮刀整理一下 盖上盖子,放到温暖的地方 发酵30分钟 再准备100克芝士碎,倒入盘中 准备一根火腿肠 先切成长条 再切成小碎钉 切好之后和芝士碎放一起 然后用手抓一抓 把它捏成团 像这样就可以了 先放一旁备用 我们的面已经放好了 把它取出来 面垫上撒点干面粉 然后把面团倒下来 整理一下 然后再撒点干面粉 整理一下 把它拍成大饼状 再把芝士球夹进来 像包包子一样 把它包起来 然后再用手轻轻拍扁 把它拍成大饼状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它放到烤盘里 再准备一个鸡蛋黄 用刷子搅散 表面刷上蛋黄液 再撒上一层芝士碎 烤箱提前预热 上下火180度烤20分钟 哇 好香啊 美味又简单的早餐大饼 就做好了 再把它取出来 切成小块 方便食用 刚出锅的时候 表面这一层 又酥又脆又香 里面拉丝又爆浆 非常的好吃 不用揉面 也不用擀面 做法也是非常简单 如果早上不知道吃什么 可以试试这款懒人大饼 表皮酥脆 里面蓬松又拉丝 连挑食的孩子都非常喜欢 如果你喜欢 也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